在周深往回组的动作里,我彻底看清他和白露的真实关系 这一幕发生在某期跑男的录制中 刚发现白露落后大家时,周深想都没想便回头挥手招呼 等他快追上来的时候,就开始看玩笑了学他跑步的姿势 那模样就像是生怕妹妹走丢的好哥哥 当跑男团嘉宾一起走时,穿着短裙的白露蹲下系鞋带 周深看到后不仅停下来等他,还专门绕过来站在白露身后为他挡住 其实周深不止一次停下来等白露 很多路透都能看到白露和周深走在一起 白露穿裙子下楼梯,他还会贴心佛照 两人就像骑士和公主的装扮一样 谁看的过手移植好科雅,因为两人是加入跑男的同期 所以也一直互相照顾 在四名牌时,当他看到范城城向白露奔来 周深马上从台阶上冲下来挡在了白露身前 而且在奋力对抗范城城的同时 他还不忘回头提醒白露要小心台阶 小心小心 不是冲在四名牌的最前方,就是夹在两个人中间保护白露 拼尽全力撕下范城城名牌的那一刻 周深整个人都摊在了地上 能让周深正面硬刚比自己高22厘米的范城城 也要努力保护的人恐怕只有白露了 两个人虽然是跑男中最吵的 但也是最要好的 所以谁不想要一个周深这样的朋友呀 他们之间的神仙友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当周深跟胡彦斌参加殷宗时 去找白露提选歌建议 虽然最终两个人选择了别的歌曲 但在其他活动上 周深还是唱了白露当初提议的蓝婷序 这是周杰伦的蓝婷序 哦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最终呈现了效果 如此契合周深的声线 白露对周深的了解程度 怎么不算一父一母的亲兄妹呢 真的被白露周深的友谊 狠狠感动了 当白露采访被问到 会不会因为不愿意给别人带来负能量 而被人忽略真实的状态 白露说经常会这样 但是分享了一个自己被感动的瞬间 之前有一段时间压力有点大 只好赶上陆志奔跑吧 几乎有一天 周深突然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问他最近是不是不开心 白露就很惊讶他是怎么发现的 他说我跟你一起录了这么久的节目 你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清楚吗 谁懂这句话 对优宝女的杀伤力啊 在白露和娱乐圈男明星都储成兄弟时 只有周深把他当小女生照顾 一次在新疆录制跑男时 大家热的都只顾着自己扇扇子 只有周深一直记挂的露露 当白露忙着和导演交涉时 一旁的周深就忙着给白露扇扇子 难怪都说周深的温柔只体现在白露身上 但凡在节目中周深看起有好吃的 即便两人隔着老远 周深也会跑过来同为白露 太阳大的时候看到白露没打伞 周深会贴心的把伞撑向白露身边 在比拼吃西瓜环节时 所有人都笑白露是西瓜炸之鸡 唯独周深考虑到白露的女明星形象 第一反应是用手赶在她的面前 这么暖息热气心的朋友谁不想拥有 想起之前深深在音乐节给露露推剧 露露在直播的时候放深深推歌 两个人都是很真诚善良的人啊 同频的好朋友一起放肆大笑 虽然会在节目里护怼 但默契起来也是无人能敌 众人一起穿睡衣出场 周深和白露居然撞山了 撞山什么不好 不要撞山同款睡衣 看到睡衣就不得不想喂一嘴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该说不说不愧是搞笑人 两人在瞬间连组合名字都想好了 谁能想到在上跑男前 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人 会相见很晚成为好朋友 你们是红猫蓝兔吗 我们是喜欢 沐昂沐昔一生之酸奶的沐昔细迷 边钻沐昔边看沐昔细迷 你们先展示一下你们的沐昔形象 三二一反了 哈哈哈哈哈哈 产生反了 哈哈 咱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们扮演的是我们最喜欢的角色 对 哦我以为我们俩叫相思 哈哈哈哈 这不就叫相思 就坐吧就坐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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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简单呢 好粉啊你们 对啊你们怎么这么粉啊 看我们最喜欢的形象 看我们最喜欢的造型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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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 相思 好可爱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木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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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觉得肾 有点肾 有点肾得慌 这感情就这样 而且今天为什么一个一个 对啊 为什么一个一个入场 好奇怪 今天是什么特辑啊 木偶系特辑 你看我们写了木偶系迷联欢会 哦 哎呀呀 你们终于来了 联欢会马上要开始了 且慢 怎么才来了八位系迷 还差两个呢 在呢在呢 最后两个在那呢 哪儿啊 要快蹦下一个 哪儿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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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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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张艺莲 完了 完了 朱利尔 你这还没有范长春喊的时间长呢 就是浅浅的亮个像 你也是戏民吗 我是吗 你看人家都遮脸都是这样遮的 我是吗 我们还是这样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嘉宾 人家还有兵器 这个有点像那种剑客 这剑不得舞一下吗 他会舞的 我有舞剑了 他在这样舞吗 这不得来个后空班 真不错啊 真不错啊 这小伙子 厉害 少侠 真不错啊 张亦凡 张亦凡 我觉得你欠欠两分钟 我觉得